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岩 今天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了海外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 那么很多华人和国内的网友不太清楚 海外中文笔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它的宗旨以及它所每年运作的事情大家都不太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天琪女士给大家讲一讲 海外中文笔会到底是做什么,干什么,都有些什么人 好,有请天琪会长 赵岩先生您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的这个笔会的正式的名称是独立中文笔会 那么它是在2001年创办的 那个时候是由在海外的一些作家和文化人 比如说刘兵燕先生,还有刘晓波 当然那个时候刘晓波已经在,不是已经了 刘晓波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国内 还有正义先生,贝林,孟浪,许许多多其他人 大概有二十几位 这个海外和国内的这个作家和文化人 他们共同创建的 那么我们的宗旨其实非常的清楚 我们唯一的宗旨就是要维护言论自由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也是一个应该实行起来不这么困难的一个目标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言论自由虽然是在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明文规定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么多年以来 太多太多的人因言获罪 有的人甚至于因为他的言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从2001年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17年了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而且很快的就进入了理事会 我们这个会员呢 我们是一个会员制度 就是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 那么由于具体的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举行一个实体的会议 我们都是在网上进行这个大会 讨论议题 讨论就是怎么说审查这个财务制度 同时呢进行选举 这么多年一直沿袭下来 各位大概也不是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个结构 我们的按照我们的章程呢 已经修改了几次 以前曾经是会长负责制 后来就变成理事会负责制 那么我们的第一任的会长是刘兵燕先生 他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就是刘晓波先生他担任这个会长 他是从2003年到2007年担任会长的 接着刘晓波先生之后呢 是郑毅先生作为会长 他只担任过一届就是两年的时间 那么我从2007年一直到2013年担任过两届的会长 接下来的两年接任我的是贝林先生 他是诗人 那么他是从2013年到2016年的年初 也是两年 那么这个之后呢 我又又就是被选认为会长 又重新当选 又重新当选 那么这一过呢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今年我们又举行了一次这个大会的选举 我也还是被选为会长 其实 对不起 那这个会就是海外独立中文笔会 跟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笔会和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叫作家协会 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 国际笔会 它的英文名字叫作PAN International 国际笔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 它是在联合国也注册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 一共里面有157个会员 就是笔会的组织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笔会就代表一个国家 有的时候一些小的国家 比如说像瑞士 它就有三个笔会 一个是瑞士德语 一个是瑞士法语 一个是瑞士意大利语 那么美国也有两个笔会 连德国都有两个 一个是德语 海外德语作家笔会 这个是跟历史有关系的 因为在希特勒时代呢 很多德国的作家 他们就流往海外 那么这个笔会保存下来 那么现在正式的德国笔会 就是当然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这独立中文笔会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 独立中文笔会是 让我想一想 可能是哪一年加入的 可能是2004年 不还是一开始 2003年就加入了 这个国际笔会 那么我们的笔会 是相当活跃的一个 为什么呢 其实有一点不幸 因为言论自由 对于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 会员们来说 是一个 渴望不可及的 一个一种自由 我们有非常多的会员 他们因言获罪 包括我们的 前会长刘晓波先生 大家知道 他是在2008年的 10月8号被逮捕 直接的原因说是 他是会同其他人一起 这个起草了 同时推广了这个 这个林巴宪章 那么 渴望不可及郭先生被审判 最后呢 他被判决是 11年的刑遇 事实上这是他的第四次 坐牢 坐牢 那么他可惜没有活着出来 他在去年7月13号 因为重病 肝癌而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这个笔会呢 跟国际上其他很多的笔会 比如说跟美国笔会 跟德国笔会 跟荷兰笔会 英国笔会 比利时笔会 我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彼此有 不只是有一些文化 还有这个文学上的交流 还有更多的是 非常不幸 我们不能够全力以赴的来 推行这个文学的工作 或者是发展语言的工作 而我们常常是必须 更下就是重心放在 援救因言获罪的会员身上 那么这个 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很多年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有10名我们的会员 是在监狱里面 我们非常担忧他们的安危 因为有一些人年纪已经大了 而且他们是重复的被判刑 不只是年纪 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在国际上 替他们不能够发出声音的人 替他们发出声音 进行声约 那么以往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做的这些努力 还是有效果的 我们曾经就是帮助一些人 让他们能够还是提前的 就是重新获得自由 包括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他并没有因言获罪 他什么罪也没有 唯一的罪是因为他很爱刘晓波 那是他的先生 那是他的丈夫 刘晓波被判刑投入 就是开始是在这个看守所 后来就关到锦州监狱 这个时候 就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一天 那是2010年的10月份 他的妻子刘晓就失去了自由 而被软禁在家 这个事情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关心中国事情的人都是知道的 刘晓很多年都是被软禁了 甚至于一直到刘晓波去世的最后的几个星期 他才可以去真正的去探访他的先生 就是我说真正的探访是 就是说他可以跟他有身体的接触 他可以拥抱他 可以他拉着他的手 这个之前刘晓波获在一段时间里 他不可以看刘晓波的 后来被允许一个月去看他一次 但是中间总是隔着一个很厚的玻璃 他们只能够通过墙上的电话 这样看眼睛看着彼此 然后说话 那么身体是没有办法接触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 而这个例子使得中国在全世界的面前 这个中国的政府被人看不起 认为他们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 那么也使得中国人民 有一些人民因此也静弱寒残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作家 他们非常有勇气继续写作 他们也许在发表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是在网上 有的是在私人的这种印刷的方式 出版他们的作品 也有的是在国外出版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言论自由 我想是一个人们所 这是一个天赋人权 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你心里有一种感情 有一种寄托 你就是要写 要用文字表达出来 而中国的社会里面 有这么多这么多可以写的题材 有这么多让人看见了 不平责民的这种愿望和欲望和冲动 所以呢 压制虽然很大 但是还是不断地有人继续写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再提一提 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的一些作家 因为我们的这个笔会有 事实上有超过300名会员 但是有很多人就不直接参与 他们只是挂名而已 就是每一次参加选举的最近这几年来 大概就是一百多 将近一百二三十人参加选举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 这个国内的形势又是特别的紧缩 这个自由的空间 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 但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自信 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一个政权 不是任何一个政府 可以用它的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剥夺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努力是继续的 而我们在海外比较没有这样的危险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在海外的人虽然享有很多很多的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等等 示威抗议的自由 我们可以站在白宫前面就抗议 可以对这个美国的政府进行批评 甚至于谩骂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中国我的同行们 他没有这种权利 我要跟我的朋友们 跟我的会友们 跟所有的同事们跟他们说 只要你们没有自由 我们在国外 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意义是不够大的 你们没有自由 我们也没有自由 所以凭着这样的信念 我们即使在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是一个民间的组织 经费非常有限 甚至于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经费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因为你们的言论自由太重要 这个不只是你个人的一种冲动 你的感情的表达 也是你们作为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知识分子 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心 把你们的一些看法表达出来 这个不只是一种 你们的权利 也是一种责任 而这种责任是对这个国家 促进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进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两个人 我在这个2004年以后 被中共的这个安全部门抓起来以后 我出来以后 彭送了一本书 就是就叫监狱作家文集吧 我没记错的话 是 好像收了我一篇 那这几年还有这个 非常感谢啊 那个笔慧当时关心我 那这几年还有这样的这个 出版物出版给大陆人和这个海外人看吗 呃是 是有两 呃是有两种不同的出版 这个我在前些年呢 曾经在美国的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工作 我在那个基金会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出版了一个系列 它叫做黑色文库 这是专门出版政治犯良心犯的自传 那可是刚才那个书出了 我们出了有三十多本 但是后来我离开那个基金会以后 他们没有继续 那是劳改基金会 那是劳改基金会出版的 那个但是 当时是你主张 是的 我是主编 你创意的还是主编 是吴洪达先生 他的创意 但是最后实施的是我 因为我是负责这几方面工作的 这个创意是他的 功夫大爷 是我觉得 好多历史都留下来了 是的 就把很多这个 等于是像历史取证了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因言获罪 他进到监狱里面是怎么样的 一个政治犯 一个良心犯 跟普通的刑事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强奸犯 都被人看不起 但是政治犯一般 人家还是比较尊重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受到的这种迫害 也格外的严酷 那么您刚才说的 我相信 我现在记不得 我们是在哪种情况之下 把您的一篇文字收集进去 好像是写安山的一个税务局长 花几十万美金 把那个臀部啊 脸啊都美容了一遍 我那里勾引国家税务局长 买官卖官了 是吗 贪污几十个亿 有可能是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的 那个发表的 就是我们 我那个时候在劳改基金会工作 后来我们又做平行的创办了 另外一个机构叫做中国信息中心 我们有一个网站叫观察 那我们经常就是 我们每天都要更新我们的报导啊 还有一些特别的文章 我相信是在那里面选出来的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的笔会也出年间 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每一年出一本 但是我们每隔几年 就会出一本笔会的年间 以前曾经是每隔两年出版一本 把我们会员的这个作品都收集进来 然后稍微加以编辑 按照文类 诗歌散文 短篇小说甚至于中篇小说 我们都收进去 或者是评论 我们都收进去的 那么这个年间呢 就是不定期的 每隔几年要出版 我现在想 也有可能我们的那个 笔会的年间里面收入了您的那一篇文章 这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我想 社会批评性的揭露这个社会的现状 当时是我跟李百光去调查 现在百光已经被中共破碍死了 就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您这样一说 我就特别就想到中国现在的这一种人权状况 是这么 这么恐怖的 有这么多人 这个重复的被判刑 而且这个判刑不是三年五千 五年的 一下就是六七年 六七年以后 你出来以后 他 你写了几篇东西以后 又被抓起来 又判刑十年 这种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 在不同的人权组织 还有对国外的政府 我们一再的写信 为这一些人申援 廖会长 很多网友就是不太清楚 这个独立比较跟大陆比较有什么区别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大陆的没有笔会 大陆叫作家协会 原来林彬燕先生也是副主席嘛 大陆的作家协会 当然也有有良知的作家 像彬燕先生 郑一先生 这些逃出来的 这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那他们是不是更多的 运用文人多一些 听党的话呀 那国外的这个笔会 跟他们是不是 完全是这个对着干 要讲思想啊 言论啊 自由啊 是这样的吗 可以这么说的 您说的是对的 因为在中国 他们有这个作家协会 而且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都有他们的所谓的作协 而我们的这个笔会 它非常重要的是它的名字 它叫作独立中文笔会 这个中间每一个字都重要 独立非常重要 还有中文当然非常重要 你是要用中文写作的 我们的笔会里面也有 外国的成员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唐四弟的 他是英国人 他是住在香港 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可以用中文写文章的 他是我们的笔会会员 我们也有一个日本级的这个会员 那我们的这个笔会跟中国的官方的笔会是 当然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要去说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些作协什么的 我想大家比我更清楚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笔会的特点 我们的会员 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国内的会员 那么他们参加我们的这个笔会 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我们这个笔会 虽然没有在中国大陆被禁止 但是是政府不喜欢看到的 因为我们提倡的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好像这个政府 他觉得你老在跟他作对 他们抓起来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替他们去呼吁去 是不是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 不只是 本来一个笔会是主要是 你要维护这个文字 还有语言的一种纯洁性 还有推广文学等等 它的这种功能 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 已经差出了这个范围 甚至于我们的重点是在营救那些 因言获罪的人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政府是不喜欢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会员是相安无事 他们可以在还是继续在国内生活啊工作 但是他们必须要小心 还有一些会员是非常敏感的人物 那么他们老是被国安盯得很严的 他们的家的门口或者什么都有摄像头的 一举一动都会被观察 而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有的时候连风吹草动都没有 就被国安叫过去去喝茶 然后问说你们现在最近在做什么 在写什么 或者是有什么国外的政治领袖过来 或者是什么代表团呢 文学代表团什么过来的话 他们我们的有某一些会员 就会被叫过去谈话 说你现在是不是离开北京吧 你离开上海吧 因为国外的这个领袖要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笔会呢 还是有还是一个比较有一点相当有敏感度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跟中国的官方的这个笔会是截然不同的 我还要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笔会是国际笔会其中的一个成员 而且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每一次在这国际笔会每一年开一次大会 我们都有代表去参加 而且最近这些年我都一直参加的 我们总能够争取到发言的机会 而且我们几乎每一年都提出一个决议案来 请大家支持 这个决议案里面就说 我们现在目前国内的写作的情况是这样 哪一些人被抓了 哪一些人被放了 哪一些人又是 他的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哪一些语言是受到限制 哪一些什么什么 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性的报告 交到这个国际笔会大会上 但我们不是唯一的 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土耳其 伊朗 这个那个巴勒斯坦等等 他们也会提交这种决议案 每一次都全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通过 因为中国就是用中文写作的在国内的作家 他们是他们不只是要付出这种人身的安全 甚至有时候连性命的安全都没法保障的 所以呢 我们是很活跃的一个国际笔会的移民成员 但是中国大陆自从1989年发生了这个天安门的大屠杀之后 中国政府就不再派他们的笔会到国外来 因为你怎么说呢 你代表谁呀 对不对 那个这里面的作家很多是专业作家 也就是说他们是领取政府工资的 那他们说话 他们到了国外一定不能够批评自己的政府 所以很多很多年 十几年来 他们没有派出他们的代表来 前几年开始 偶尔有一年或者是两年 他们会派代表出来 但是他们就非常的尴尬 因为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说 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的作家因言获罪 或者是他们被政府逮捕什么什么 都在抗议 大家都在抗议 那么他们就如座侦探 非常难过 那么像 比如说有一两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开大会在讨论的时候 那比如说 我就代表独立中文笔会 我就发言 我说我们现在有哪一个作家 他写了哪一本书 然后他就现在被逮捕等等 我就做这样的报告 那那个中国大陆的证实的这些代表 他们觉得很不舒服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多半就离开 不是故意 但是他就知道现在要讨论这个议题 他们就不在场 或者是在要表决 决议案的时候 他们就缺席 或者是他们逮到一个机会 他们也要发言 因为他们也有带有这个任务的 他们会站起来说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祖国现在是非常注意 这个文化工作的 我们的作家生活情况很好 这个那个 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老实说 我根本都不需要站起来反驳他 因为这种谎言大家都很清楚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角色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那 廖会长 前些日子我好像听说 您跟这个刘小波的夫人到过纽约 那现在这个刘夫人的状况怎么样 因为他刚出国的时候 我们看的精神状况不是那么很好 身体状况也不像很好 因为我不知道 您能给网友和大家说一下 对不起 我要先纠正你一个小小的错误 我没有陪同这个刘霞 对不起 刘霞是今年的7月10号 被中国政府释放的 廖义武 你是 对 是廖义武 是 是 是廖义武 陪同 我记得清廖 我以为是你 因为我没看那个情形 是的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关系 那个 他是今年7月10号 就是刘小波 逝世的一周年的头三天 被中国政府释放了 释放了以后 他马上在德国驻北京的德国大使 陪同之下 同一个飞机 把他送到这个柏林来 那么他现在 就是很安定的在柏林生活 自己住在一个 一个公寓里面 生活的蛮自由自在的 当然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语言 而刘霞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但是他是个艺术家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他情感的表达方式 那么他现在就是生活情况还蛮好 身体也在逐渐恢复之中 但是需要常常看病 特别也是比如说需要一些心理的咨询和辅导 因为这么常年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下 在一种恐惧愤怒的一种情况之下 任何人都不能够完完全全 好像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样 需要一些慢慢恢复的这个过程 那他后来是在九月 据我现在记忆 如果是没有完全错的话 好像是九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到了美国来 是因为廖义武这位作家 廖义武也是流亡到德国去的一位作家 也是比辉成员 也是比辉成员 那么廖义武呢 他的这个书籍 就是他写的这个纪实文学 在德国很受欢迎 那廖义武得到了在美国的 这个哈威尔的人权奖 那这是在这个 这个人权奖是设在那个 纽约就是他们的那个图书馆的 那这个 这个基金会就邀请 廖义武和刘霞一道过来 为什么也邀请刘霞呢 因为最后在入围 他们这个选这个奖项的时候 有好几个提名 有一个short list 就是最为入围的大概有五个人 那其中有廖义武和刘霞两个 还有其他三个 最后是这个 这个 这个奖呢 落到这个廖义武的手里 廖义武跟刘霞跟 刘晓波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么那个 那个基金会就邀请刘霞一道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一道就到了纽约 所以这是第一次刘霞公开的 就是怎么说呢 在公众界露面的 他也没说什么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现在非常的收敛 因为他的那个弟弟 这个还在中国国内 那么有任何刘霞说的话 做的事情是中国政府不高兴的话 对他的弟弟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所以他都不愿意在公众界出现 不过他身体和各方面都还是不错 而且关心他的人很多 好 谢谢廖会长今天这个 在百忙中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谢谢